Google 大家好 我是陽晴 好久不見 我不知道多久沒有坐在這邊跟大家一起聊天了 大概有兩個多月應該有吧 我今天要發的主題是什麼呢 因為我最近學習快要結束了 聖誕節又快要到了 所以說我今年就比去年 因為我去年還不知道怎麼準備聖誕節這件事情 因為聖誕節在法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節日 所以我今年就提早開始準備一些 禮物要給阿仔他們家的家人 今天這集的影片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就是聖誕禮物專輯嗎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我買了一些美國牌子的化妝品 然後我在台灣的時候我還沒有買過 是的 好 現在就來介紹我買了一些什麼 我今天化的妝是用我買的那些化妝品 化出來的 首先來介紹 Tarte Tarte這個牌子應該沒有 應該留在看美妝的人應該都會知道Tarte是什麼牌子 因為Tarte它的 好像官網沒有送台灣的樣子 所以 我在台灣的時候我就沒有用過 我從來也不知道牌子的東西好不好用 然後 這邊的話 它好像滿多少錢就會全 就會送到法國是免運的 我不太確定台灣可不可以送 應該是不行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就是看到這一支 一直都很想買 就是 這支遮瑕膏 只有買了 兩樣 一個就是這個遮瑕膏 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它的 迷你唇彩組 然後我覺得還滿適合當聖誕禮物的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 畫在嘴巴上面會有一種黏黏的感覺 我 個人沒有很喜歡這個感覺 可是 我覺得如果是實際用起來的話 還滿好用的 沒有到很難 只是那個黏黏的感覺 我不太喜歡而已 因為我這次同時間買了很多的唇膏 所以 就會有一個比較值 如果是比較小的話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Tarte這一款 可是我覺得它當聖誕禮物是一個非常適合的 因為 它的包裝 長得 真的很可愛 它每個圖案都長得不一樣 真的都不一樣 就 我覺得很適合送人 如果你有在找聖誕禮物的話 他們還有出一些很多的組合 有心理的話可以上他們官網去看 再來是朋友的媽媽 去美國出差的時候 然後她剛好媽媽要來法國 然後就請媽媽買了一些 美國Safari的東西幫我帶過來 就是這個組合 這個組合有在看美妝部落格的 美妝部落客人的話 應該都不陌生 像Catie還有 Catie之前都有介紹過這一款 然後 因為媽媽剛好在美國 我就想說可不可以順便幫我帶一下 好 然後 她送的這支裡面有 1 2 3 4 5 6 6支組 然後一支是 這一支是正貨 6支我發現 這一組裡面的顏色 我只能用兩支 裡面有6支 我只能有兩支可以用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的皮膚沒有到這麼的白 鏡頭上看起來還蠻白的 可是我的皮膚沒有那麼的白 所以說 她這個塗起來會讓我的氣色看起來很糟 我上次塗了一次去學校 然後他們都說 你怎麼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塗下給大家看 你們在鏡頭上 應該還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 汽車看起來很糟 剛剛那顏色好很多 現在這汽車看起來 不是很好 然後 鏡頭上看起來還 還跑一些 實際上看到我的話 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 汽車不是很好 好像生病 還是什麼之類 所以就不適合我 所以 這一組裡面 有很多支 都是這樣的顏色 然後我用了這支 我發現 我之前在Instagram上面有po 我有一支 另外一支 KVOND 是 色號是Burlin 然後我在 Instagram上面有說 用起來非常非常乾乾 到我非常不舒服 我每一次用 我每次都起屑其實很厲害 因為我是那種 起屑很嚴重的人 然後 所以我買了那支之後 每次用都很乾乾 到我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是 再也沒有用KVOND 就覺得很不頹 然後每次看到別人的介紹 就覺得KVOND超好用 什麼之類 我就覺得 可是我覺得 為什麼別人用起來很好用 然後我用了這支完 我就發現 沒有很難用 所以 就是我那支 色號的問題 所以我那支是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害我現在很想 去買別的色號 來試試看 這一組的話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唇色比較深 然後膚色比較沒有那麼白的人的話 這一組可能會比較不適合 因為 跟膚色太接近了 接下來也是請朋友的媽媽幫我從美國買來的 這一支 是的 就是Smashbox的 這支叫什麼 Outrood 這支 自從看了Kelly的影片之後 我就很想 因為我很喜歡南瓜色 然後 為什麼我不在法國買 法國難道沒有Smashbox嗎 有 可是法國的Sephora很好笑的是 法國的Sephora 它有些品牌 它不會在實際的店面上賣 它有些品牌只會在 嗯 網路上賣 像是 德國那個 牌子的那個 ZOEVA 它那個牌子在 Sephora的官網上你都可以買得到 可是 它沒有 它只有 有時候有一些特殊的日子 然後它會有少數的幾款 會在店裡面賣 可是 如果你是要去買它刷子 或是它眼影盤的話 在網路上是比較好買的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你是離開 很多牌子它在 除了巴黎以外的店面 的Sephora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 沒有那個 貴的 也不是巴黎全部的店都有 Smashbox 所以 而且 重點是 那我為什麼不在網路上買呢 因為 因為 在法國的Sephora 並不是所有的色號 都會進來法國 像是 之前K-pop店有很紅 在台灣很紅的那一支 Double Dare 它是最近 這幾個月才進來法國 這一支 在法國Sephora的官網上 是沒有看到這個色號的 所以我就請他媽媽 買了這個色號 我就覺得 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覺得 非常的 漂亮 我昨買這一支 南瓜色之外 我等一下介紹的 在這裡介紹的東西 全部都是 Colourpop的東西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買 Colourpop 然後我買 還蠻多的 然後我有找到 另外一支 跟這個色號 還蠻像 可是價格差很多的 所以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接著看下去 接下來就是 介紹 一大堆的 Colourpop的 那個彩妝 我今天臉上的 化妝品 就是像是 眼影跟 口紅 就是都是Colourpop 還有腮紅也是Colourpop的 先來介紹腮紅好了 腮紅的話 我買的是 這一顆 請留 然後它的顏色是 非常 深的紫色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那麼深 我是看表姐的影片 我在國外的時候 還是一直在看 那個YouTube 因為我本身就是 一個資深的 YouTube使用者 這顏色塗在 塗在手上 看起來非常可怕 就是你會覺得說 它 那麼深 是要怎麼當腮紅 對 它也粉壓得非常的實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說 啊 用在臉上會不會太誇張 什麼之類的 其實你用粉 用刷子刷的話 它沒有寫 它沒有到非常可怕 就是突然就一坨 紅紅在那邊 我今天用的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 這個顏色用起來 非常的自然 所以 蠻推薦 之前就還蠻想買一顆 深紫色的 然後就看到 想說 Colourpop 好像多少錢 五十塊就免運吧 五十塊就很好 達到啊 你就要打 想說順便當聖誕禮物 就買了這樣子 然後還買了 口紅 我買了超多口紅的 我買的一組是這個 這個是我要買來當聖誕禮物用的 因為 據我所知 阿仔他妹 他們也沒有用過 Colourpop的東西 所以 我就先買這個 讓他們試用 如果他們之後有興趣的話 他們就可以在上網買 然後這個就可以拿來當聖誕禮物 迷你組 然後跟剛剛的那個 Tarts迷你組 一起送給他們 然後你們可能會覺得我小氣說 為什麼我都送那麼小的東西 因為其實 在法國的話 他們送聖誕禮物 他們也不會送到 他們都會 很分散 這不是 不是像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一次送一樣東西 就是送一個人送一樣東西 不是 就是 每次送很多 他們都會小額小額的買 然後 你會收到很多樣 這樣子 驚喜感跟 拆包裝的時候 就會比較開心 就說 好多樣喔 這樣子 再來是我買給我自己的唇膏 我買了四支 然後這個是一套的 這一套呢 我為什麼會買一套呢 就是 衝著那支南瓜色 南瓜色是這支 這支叫 MAMA 鏡頭上面看起來很紅 可是在 我這邊看起來的話 它是 是南瓜 完全是南瓜的顏色 塗給大家 在手上給大家看 這個是剛剛那個 Smashbox的 然後 呃 我覺得 它的顏色 一點點差 可是沒有差到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這一支顏色就是 比較在塗一點的南瓜 然後這支顏色是 紅一點的南瓜 就都是 都是 是 偏南瓜色 橘色調的那種 就是南瓜色 只是兩支的 調不一樣 就是看你喜歡哪支 我覺得 塗在嘴巴上的差別 沒有差別到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果 而且價格 差滿多的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這一支 試試看 就是 如果你也喜歡南瓜色的話 第二支的話 就是我嘴巴上這個顏色 我嘴巴上這個顏色叫做 是這樣唸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它就是看起來就是 那種 裸粉色 可是頭在嘴巴上 是有點 也是裸粉色啦 這是 KVOND的裸粉 我頭在旁邊看看 更 紅一點 乾燥玫瑰色 講到爛的乾燥玫瑰色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而且 Color Papa的唇膏 真的很遮唇色欸 我個人 還蠻愛的 然後有些人會說 我買這系列好像都是 它都是 Ultra San Santing嗎 是 我買的這些都是什麼 Ultra Santing 是這個那樣嗎 都是這個系列的 我覺得都好用欸 有些人會說他們的 唇膏很乾 我覺得還好 以我 不知道欸 我是不是用了什麼很乾 我用完KVOND那支柏林之後 我用了別的 我真的覺得 別支都不會很乾 這支的 然後第三件 三件組剩下的 最後一支是 這一支的色號叫做 Love Bug 我塗在這裡 好像也是一個 它是一個偏土色的 感覺跟後面南瓜是很像欸 可是它 實際上看不太像南瓜 它比較 土色偏 土 磚紅色那種感覺 南瓜色好像也是磚紅色 反正就是 比較偏紅色 土 土色紅色一點點的 然後我還單買了一支 嗯 深紅色的 口紅 深紅色的 對 然後我就發現這支我好像有類似 反正我好像每支都有差不多的顏色 這支也很漂亮 這一支 這一支就是那種深紅色 還蠻漂亮的深紅色 我買了三盤的眼影盤 因為colourpop的眼影盤最近真的是 紅到一顆 就是 全部布洛克都在拍colourpop的眼影盤 尤其是那一盤什麼 yes please 眼影盤嗎 我這次沒有買那盤 yes please 眼影盤的話是因為 我有買zoeva的眼影盤 就是那種三盤一組的 現在很紅那幾盤我都有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買 我買的是這盤 然後還有 這盤 還有 這盤 my little pony 就是彩虹小馬的 這一盤的話大家應該不陌生 這一盤的話很多 布洛克都有出 呃 試色 這一盤是新的 我目前好像 我好像還沒有看到有人買這一盤 然後 這一盤是 也不算新 可是 這一盤買的人 分享的人好像很少 就是他有出一個系列是 彩虹小馬的系列 這一盤我是 我覺得他包裝很可愛 如果你也喜歡彩虹小馬的話 只是他顏色有一點 大家比較不會買這盤的人 是因為他裡面有一些顏色比較 不是那麼的實用 所以買的人就會比較少 這盤我是挑給那個 阿哲他妹的 然後 這一盤也是挑給阿哲他妹的 我自己呢 是 這盤是我自己要用的 然後我現在就試色給大家看 他這盤的眼影的話 其實乍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還蠻 還蠻正常的 可是 我就發現他裡面有 一些玄機 就是他裡面有 四顆偏光 就是很閃的 就是那種亮片是帶那種藍色那種 然後 有 三顆是珠光 然後 五顆是霧面 五顆是霧面的 然後 這顆顏色塗起來還蠻酷的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偏光 我現在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我臉上這個妝 就是眼頭那邊 如果你用那幾顆偏光下去打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漂亮 像他後面出的這三盤 這一盤 跟這一盤 還有另外一盤新的 好像裡面都會有幾顆偏光的那個顏色 我覺得那個還蠻酷的啦 可是如果不喜歡的應該就很不喜歡 然後珠光的顆粒還蠻大顆的 可是我覺得不會到掉在臉上 我覺得 OK 還不錯 所以 買到這盤的話其實我用起來還蠻開心的 今天塗的 我忘了我今天是用哪幾個顏色 好像是 而且 重點是他們看起來 顏色很深 可是塗起來 跟看起來顏色不太一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次去布列塔尼的時候 有買了這個 就是LUSH 台灣到底有沒有LUSH喔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人跟我講說有 有些人跟我講沒有 LUSH 他最近出了 就是也不是最近出了 反正LUSH他 我第一次買他的那個 泥狀的面膜 我覺得很好用欸 如果你也是那種 急救型的 就是他會 你敷完之後你就會覺得毛孔好像被撫平 就臉上一顆顆的東西會變少 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上面是這個圖案 好 今天化妝品差不多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買起來還蠻多的 可是大部分都是聖誕禮物 所以也不是我自己要用的 所以我自己買的那個 唇膏還有眼影也是用蠻多的 然後我還買了 這個 這個是每年必備的東西 就是聖誕倒數月曆 然後我今年買的是 Milka的 然後去 去年買的是 劍打 然後我真的覺得劍打巧克力的聖誕倒數 這讓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怎麼失望 就是它裡面的東西沒有 到 反正裡面的巧克力的內容 我覺得 沒有到它的價值 就覺得 有點貴 然後今年就買了 這個牌子 它就是 瑞士那個品牌 如果你去瑞士 你一定會看到這個牌子的那個 巧克力 然後跟Milka 一人一合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啦 雖然很久不見了 然後今天影片不知道會不會太長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雖然我不是美妝部落客 可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 如果你們有想看的內容 你們有想看影片的類型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喔 還沒有訂閱的人請趕快訂閱 如果想追蹤我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請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加入Facebook粉絲團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